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去年的时候 法院认定了汗生病的隔离政策 造成了汗生病患者的家属 有非常大的宪法上的人群的侵害 因而有一个国家赔偿的法律通过 现在已经对于在日本的汗生病患者的家属 有进行赔偿的动作 目前截至为止11月的统计 其实在日本那边已经有 5885件的家属已经赔偿被认定通过了 那这个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一条法律 汗生病的家属补偿法 它是直接适用台湾在1945年8月15号 中战前的所有的麻风病患者 也就是汗生病患者的家属 也就是说这条法律是直接适用台湾的 其实当时是赤长训略员 他有接受咨询 也了解这个状况 那至今这两周 其实并没有任何 就是乐生病患者方面 没有积极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得知的一个消息是 有计程员工反而 有院方的计程员工反而问我们说 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名单 但是我们想要说的是 这件事情应该是 大部分的矩证资料 包括官方的证明说 这个患者曾经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被收容在乐生院这件事情的证明资料 其实是在官方的手上的 我们民间团体现在已经非常的努力 将所有的申请的资料都准备充足了 包括这些病患者的家属的户籍资料 在他们信任我们的情况之下 我们协助在处理当中 唯独缺的就是需要这个卫福部去做这个 路约正名的说明这样子 跟书面的证程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蛮希望说 卫福部在这件事情上 非常好的一个台日合作的机会之上 可以积极的来做这样的协助 日本能够走到今天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 是先由汉生病患者的本人 他的本人先有国家赔偿的诉讼通过 然后当时日本政府也没有上诉 然后在2001年之后 2006年有汉生病的补偿法通过 针对病患者本人进行国家赔偿并且道歉 那接下来就是2016年 日本的律师团再接再厉 对于家属的部分也进行了而起 这个诉讼的部分 那2019年里就是去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判决出来说是这个家属胜诉 并且安倍是直接当时的这个 日本政府的代表就是安倍 他正式的90度的鞠躬道歉 并且也没有上诉 因而就是今天有这样的局面 我们台湾也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那台湾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可以看到右边 其实进程是非常的缓慢的 甚至呢有非常多自小矛盾的地方 包括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呢 汉生病患的人权保障及补偿条例通过的通年 其实热生怨正在面临 被强拆破浅的第二波 过去长期的隔离政策以及歧视的污名 造成许多的病患家属 其实他符合请求补偿的资格 可是他可能是 因为就是说长期的跟家人的分离 然后还有那个污名担心污名化的问题 所以不愿意出来 来就说我们太愿意讲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很希望台湾的政府能够非常的积极 因为你们掌握所有的资料 能够去积极协助去寻找那些 还在世的那些受害的假 那个患生病的家属 然后通过台日合作 积极的协助家属取得赔偿 那当然我们认为除了说去协助日治 息息的病患家属取得赔偿之外 我们认为政府事实上有义务做的更多 那包含说既然日本都已经愿意去立这样的法律 那我们台湾事实上也是有病患的家属 受害很多患者的家属 他明明就有父母 可是生下以后 就被强迫送到孤儿院去 然后没有跟父母隔离 这样子很残忍的事情 事实上是发生的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已经有日本 过去台湾许多的法律也是向日本学习 那日本的再生病患的这些补偿的部分 事实上做的比我们还要进步 那已经日本已经有立法 我们也非常期待台湾的立法院也能够去制定相关的法律 就是说把我们不管是说新定义 肝生病患家属的一个补偿条例 或者是修订我们既有肝生病的全保障条例 把它的补偿犯为过真 所以我们认为都是非常有必要去进行的 认为去消除过去的歧视去面对历史 有关原本的那个场景的复原也是很重要 大家应该知道今年因为法院裁定假主份 所以就那个热生的入口必项的裁定假主份 那让我们对于说争取回复热生的完整 重建有一个新的希望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 因为在假主份之后 其实政府就真的是就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那我们是蛮遗憾的 因为本来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在退转型争议的过程中 去重建当初的历史场景 然后让大家更能够理解当初的历史的故事 去把这个热生院的入口做得更回复原本的样貌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除了法律的制定之外 我们希望政府更积极的去回复热生院的原貌 就是那个大平台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好好的考虑 然后积极的去把它重建回来 在2005年4月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台湾热生院 廖法院的这个黄金两行 在谈询会跟台湾日本的律师团的协助之下 就是前往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他当时候是对法官这样说的 他说长久以来我不知道人权是什么东西 这一年来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才知道我们的人权是什么 原来我们也可以开口说 我们想要过一个像人的生活 那2005年的10月 那那个热生院的院民就胜诉了 那虽然当时候我并不在场 但是我觉得那一刻 我们应该可以深刻的理解到 院民就真的第一次被官方承认为是一个人 是一个有人权的人 然后但是即便是如此 热生院民跟他们家属的歧视与污名 就真的因为这样而移除了吗 那我想台湾政府从这个整个过去热生运动 以及现在人权远居重建的过程中 我们都看到台湾的官方 其实并没有真的把院民当成一个人 最近监察院就热生院的照顾的问题 有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告 那我想里面特别提到 国家对热生院民有照顾的责任 然后应该要尊重院民的决定 然后让院民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 然后要提供充足的资源 那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很遗憾 热生院以及卫福部都还没有一个积极的措施 所以就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记者会之后 我们会持续的再努力的去 不管是要求卫福部 还是希望国家人权委会可以站出来 然后为汉森必仁争取到他们应有的权利